李光明áo front CAR來發、 window apocalypse 報告院議員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十案 銀行法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一並宣讀兩件審查報告 首先,宣讀本議院裁券委員會報告並案審查 本議院委員江柚昶 Fake 等拾機任離居 以航法第47条至3第128条及第128条至1条文书证草案等4案之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4月30日举行决定委员会议 由曾造级委员民宗担任主席进行审查 会中处请提案委员曾明宗成类数分别说明提案要旨 经常监督管理委员会 顾主任委员立雄回应委员提案 并答复委员咨询外 邀请法务部派员列席被询 与会委员于听取委员说明提案要旨 及主管机关所长回应委员提案并进行询导后 选及进行协商 原观察审查 本案需叫有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 由曾造级委员民宗补充说明 接触宣读委员财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 行政面含行审议 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之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12月24日及26日 举行全英委员会议 由王兆及委员荣张担任出席进行审查 会中处行提案要旨 会中处行提案委员于宛如说明提案要旨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顾主任委员立雄报告行政院提案 于回应委员提案外 并答复员咨询 亦邀请中央银行等派员列席被询 亦或员于听取委员说明提案要旨 及主管金融所长报告于回应委员提案 并进行许答后 进行协商经充分讨论 原完成审查 本案需求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有王召集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曾委员民中补充说明 曾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王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以上两案经审查会分别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报告院会现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法案名称 一本院委员江永昌等17人 委员曾明宗等16人 委员陈赖宿美等18人 及委员曾明宗等16人 理据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 二行政院韩庆审议 及本院委员段一康等20人 委员江永昌等19人 委员邱志伟等20人 委员于婉如等16人 委员陈明文等16人 委员陈昌明等16人 理据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 协商时间108年3月6日12時30分 协商地点群仙楼9楼大礼堂 协商结论 第7条之1不予增定 第13条第35条之2予以修正 第45条之1维持现行条文 第47条之3予以修正 第51条维持现行条文 增定第51条之2 第57条维持现行条文 第61条之1予以修正 第74条维持现行条文 第116条第117条第125条予以修正 第125条之4维持现行条文 第125条之6删除 第127条之1予以修正 第127条之3删除 第128条第128条予以修正 第128条之1不予增定 第129条第129条之1 第129条之2 第130条第131条第131条 第132条第133条第133条之1 第134条第135条第136条予以修正 增定第136条之3 协商主持人王荣章 曾明宗 协商代表柯建民之一方 管碧琳 郑韻彭 吴志阳 江启成 陈一鸣 李鸿军 徐永明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主条讨论时 进一协商结论处理 银行法第7条之1不予增定 请宣读第13条 第13条 本法称无担保收信 未无第12条各款担保之收信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第35条之2 第35条之2 银行负责人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签职限制 利益冲突至禁职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至准则 由主管警官定制 银行负责人未具备前项准则 锁定资格条件者 主管警官应遇解认 违反兼职限制 及利益冲突至激进职者 主管警官得限期命期调整 无衬当理由 借其未调整者应遇解认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第45条之1 维持现行条文 宣读完毕 第45条之1维持现行条文 请宣读第47条之3 第47条之3 经营金融机构间资金引转 账务清算之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但涉及大额资金引转账务清算之业务 并应经中央银行许可 其许可机关理办法由主管机关 恰商中央银行定制 经营金融机构间 征信资料处理交换之服务事业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其许可机关理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51条 维持现行条文 请宣读增定第51条之2 第51条之2 为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金融主管机关之国际合作 政府或其授权之机构 依互惠原则 等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 就资讯交换技术合作 协助调查等事项 签订合作条约协定或协议 除有妨害国家或公共利益外 主管机关依前项签订之条约协定或协议 得恰请相关机关机构 依法提供必要资讯 并基于货会及保密原则 提供予以我国签订条约 签订条约协定或协议之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57条维持现行条文 请宣读第61条之一 第61条之一 银行违反法令装程或有碍健全经营之余时 主管机关处得予以纠正命期限期改善外 并得事情节日清状为下列处分 一 撤销法定会议之决议 二 定期银行部分业务 三 限制投资 四 命令或禁止特定资产之处分或遗赚 五 命令限期裁册分之机构或部门 六 命令银行解除经理人职员之职务 或停止其余一定期间内执行职务 七 解除董事接场人职务 或停止其余一定期间内执行职务 八 命令提拨一定金额之准备 九 其他必要之处置 一 前向第7款解除董事接场人职务时 由主管机关通知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撤销或费职其董事接场人登记 为改善银行之营运缺失 而有业务辅导之必要时 主管机关得指定机构办理之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74条 维持现行条文 请宣读第116条 第116条本法创外国银行 为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之银行 在中华美国境内移工司法 及本法登记营业之分行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17条 第117条 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 应经主管机关之许可 依公司法办理登记 并依第54条申请核发营业指差后时的营业 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置代表人办事处责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且向设立及管理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25条 第125条违反第29条 第一项规定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哥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 二亿元以下罚金 其因犯罪获取之财务或财税上的利益 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者 处今年上有期徒刑 得并哥新台币二千五百万元以上 五亿元以下罚金 经营金融机构间资金遗赚 账务清算之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外境主管机关许可而擅自营业者 依前项规定处罚 法人犯情二项之罪者 处罚其行为负责人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25条之四 维持现行条文第125条之六删除 请宣读第127条之一 第127条之一 银行违反第32条第33条 第33条之二 或是用第33条之四第一项 而有违反前三条规定或违反第91条之一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处三年项有期徒刑 均一或客或并客新台币500万元以上 二千五百万元项房金 银行一第33条办理受信 当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 或一第91条之一办理生产事业直接投资 未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 或违反主管机关一第33条第二项锁定 有关受限性而受信 总于而知规定或违反第91条之一 有关投资总于而不得超过银行 商议会计年度决算后 禁止百分之五者 其行为负责人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五千万元下发欢 不适用前项规定 外国银行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32条第33条第33条之二 或第33条之四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依前二项规定处罚 前三项规定于行为负责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使用之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27条之三删除 请宣读第128条 第128条 银行之董事或监察人违反第64条 第一项规定待遇申报 或信托投资公司之董事或职员 违反第108条规定参与决定者 各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相反欢 外国银行负责人或职员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08条规定参与决定者 一千项规定处罚 银行股东持股违反第25条 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五项规定 会议向主管机关申报或经核准 而持有股份者 除干股东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相反欢 经营金融机构间资金赢准 账户清算支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或金融机构间专性资料处理交换制服务事业 有下例请示质疑者除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五千万元相反欢 以主管机关派员或委托事等机构 检查其业务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另请于县期内提报财务报告 或其他有关资料时 拒绝检查隐匿毁损有关资料 对检查人员询问 无正当理由不为答复或答复不实 与其提报资料或提报不实或不全 二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算 自停止其业务之全部或移步 三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机关另有规定诊问 无故泄露因植物知悉或持有他人之资料 经营金融机构间真信资料处理交换制服务事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而擅自营业者 依前项规定处罚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28条之一 不予增定 请宣读第129条 第129条 有项列记事制议者除信价比200位运上5000万元相分还 以违反第21条第22条或第57条 或违反第123条转用第21条第22条或第57条规定 而违反第25条第一项规定方形股票 三违反第28条第一项至第三项 或违反第123条转用第28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四违反主管机关一第33条之三 或第36条或一第123条转用第33条之三 或第36条规定所为之限制 五违反主管机关一第43条或一第123条 转用第43条规定所为之通知 位于限期内调整 六违反第44条之一或主管机关一第44条之二 地因向所为措施 七违一第45条之一或违一第123条 转用第45条之一规定 建立内部控制与集合制度 内部处理制度与程序 内部作业制度与程序 或未确实执行 八违一第108条第二项或 未一第123条转用第108条第二项规定 包合九违反第110条第4项 或违反第123条转用第110条第4项规定 为提足特别准备金 十违反第125条第一项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15条第一项目击共同信托基金 十一违反第48条规定 宣途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29条之一 第129条之一 银行或其他关系人至负责人或职员 于主管警官1第45条规定派员或委托事当机构 或令地方主管警官派员或指定专门职业 及技术人员检查业务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银行或其他关系人于现行内聚实提报财务报告 财选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时 有下例警示指引者除新台币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下方 一拒绝检查或拒绝开启禁户或其他库房 二引力或毁损有关业务或财务状况之账策文件 三对检查人员询问无正当理由不为答复或答复顾时 四预期提报财务报告 财选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或提报顾时不全 或位于规定期限内缴纳成合费用 卫国银行之负责人职员或其他关系人 于驻冠警官依第123条 征用第45条规定 派与或委托适当机构或指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检查业务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其或其他关系人于现行内聚实提报财务报告 财选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时 有前项所列各款刑事追议者依前项规定处罚 宣途完毕 照写商条文通过第129条之二 第129条之二 银行负责等违反第44条之二 第一项规定为一线提出货位确实执行资本重建 或其他财务业务改善进化者 储新台币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相还还 宣途完毕 照写商条文通过第130条 第130条有下令请示之一者 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相还还 以违反中央银行 第37条第二项第40条会议 第123条转用第37条第二项 第40条所为之规定而放款 二违反第72条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72条或违反主管警官 一第99条第三项 所为之规定而放款 三违反第74条或违反第89条 第二项第115条之一或 第123条转用第74条之规定而为投资 四违反第74条之一第75条或违反第89条 第二项转用第74条之一或违反第89条 第二项第115条之一或第123条 转用第75条之规定而为投资 五违反第76条或违反第47条之二 第89条第二项第115条之一或第123条 转用第76条之规定 六违反第91条或主管警官 一第91条所为售性投资收受 存款及发行金融债券之范围 限制及行管理办法 其违反第109条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09条之规定运用资金 八违反第111条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11条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写商条文通过第131条 第131条有限令警示制议者 主信贷币50万元 商易金万元相反还 一违反第25条第8项规定 未来通知 二违反第34条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34条之规定吸收存款 三违反第34条之一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34条之一规定 四银行负责人或职员 违反第35条之一规定兼职 或外国银行负责人或职员 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35条之一规定兼职 其兼职现金银行指派者 受罚人为该指派兼职之银行 五银行负责人违反第35条 之二第一项锁定选择 有关兼职限制立意冲突禁止之规定 或外国银行负责人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35条之二第一项锁定选择 有关兼职限制立意冲突禁止之规定 六任用未具备第35条 主要第一项锁定选择 有关资格条件之规定 或违反限制兼职或利益冲突禁止之规定者 担任负责人 其违反主管机关一第47条 之一锁定办法 有关业务管理或消费者保护之规定 八违反第49条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49条之规定 九违反第114条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14条之规定 十位一第50条 第一项规定提拨法定淫于攻击 十一违反主管机关一第51条 或异地123条 转用第51条 所谓之规定 十二违反主管机关一第51条 之一所谓之规定 拒绝脚负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32条 第132条 违反本法或本法授权 锁定命令中 有关强制或禁止规定 或因为一定行为而不委 这处本法令有处以罚款规定 而应从其规定外 处新台币50万元上 1000万元相罚款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33条 第133条 第129条 第129条之一 第130条 第131条 第2款 第3款 第6款 至第12款及截条 锁定发行至受罚人文银行 获其分行 银行获其分行经营前项受罚后 对应负责之人应与求偿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增定第133条之一 第133条之一 以本法规定因处罚还之行为 其情节亲为者的免于处罚 或先命其限期改善 以改善完成者免于处罚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34条 第134条 本法锁定罚还由主管机关处罚 但以第132条 第一款应处置罚还及违反第40条 或中央银行 一第73条 第二项锁定奔法 有关资金融通限制或管理之规定 而以第132条 应处置罚还由中央银行处罚 并通知主管机关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35条 第135条 防还经限期缴纳人 予其不缴纳者 自予期之日起 每日驾收正纳仅1% 借30日人不缴纳者 对由主管机关勒令 应该银行或分行停业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第136条 第136条 银行或受罚人 进一本账规定处已发还后 于主管机关规定 其间内人不予改善者 主管机关得安自处罚 其情节重大者 并得检除负责人职务后 费整齐许可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增定第136条之三 第136条之三 第133条 第135条 及第136条规定 于经营信用卡业务机构 转用之 宣度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报告院会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请宣度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13条 本法称无担保收信 未无第12条 贵款担保收信 第35条之二 银行负责人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坚持限制 利益冲突之禁止 及先当应存行事项之选择 由主管机关定之 银行负责人未具备 前项准则锁定资格条件者 主管机关应予解认 违反坚持限制及 利益冲突之禁止者 主管机关得限 前面其调整 无正当理由 借其为调整者应予解认 第47条之三 经营金融机构间资金遗准 账物清算至金融资讯服务实业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但涉及当额资金遗准 账物清算至业务 并应及中央银行许可 其许可机关里办法 由主管机关枪商中央银行定之 经营金融机构间 真信资料处理交换至服务实业 应及主管机关许可 其许可机关里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51条之二 为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 金融主管机关兼之国际合作 政府或其授权之机构 依互惠原则 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 就资讯交换技术合作 协助调查等事项 签订合作条约协定或协议 除有妨碍国家或公共利益外 主管机关一前项签订之条约协定或协议 得恰请相关机关机构 依法提供必要资讯 并经以互惠及保密原则 提供与我国签订条约协定或协议 之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 第六十一条之一 银行微分法令章程或有案 签权经营之余时 主管机关处得予以纠正 并且限期改申问 并得税情节日期正文下令处分 一. 确小法定会议之决议 二. 定制银行部分业务 三. 限制投资 四. 命令或禁止特定资产之处分或移准 五. 命令限期裁册分之机构或部门 六. 命令银行解除经理转职员之职务 或停准期于一定期间内执行职务 七. 解除董事经常人职务 或停准期于一定期间内执行职务 八. 命令提拨一定进来之准备 九. 其他必要之处置 一. 前项地机关解除董事经常人职务时 由主管机关通知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趁向货费指席董事经常人登记 为改善银行之营运缺失而有业务辅导之必要时 主管机关的指定机构办理之 第116条 本法称外国银行 为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之银行 在中华民国境内 依公司法及本法登记营业之分行 第117条 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 应经主管机关之许可 依公司法办理登记 并依第54条申请合法营业执照 使得营业 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置代表人 办事处者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前项设立机关力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125条 违反第29条 第1项规定者 处3年以上 10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上罚金 其因犯罪获取之 财货 财水上利益 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者 处7年上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2500万元以上 5亿元以上罚金 经营金融机构兼资金引转 账户清算之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为请主管机关许可 擅自营业者 依前项规定处罚 法人犯情恶相之罪者 处罚其行为负责人 第125条 删除 第127条 第1 银行违反第32条 第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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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或适用第33条 之四 第1项 而有违反前三条 规定或违反第91条 之一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署 3年下有期徒刑 均易或客户并 和信台币500万元以上 2500万元以上 房金银行 一第33条 办理受信当主管机关 规定金额以上 或一第91条 之一办理生产事业 直接投资 未经董事会 3分之2以上 董事之出席 其出席董事 4分之3以上 同意者 或违反主管机关 一第33条 第二项锁定 有关受信信额 受信总余额 这规定 或违反第91条 之一有关投资 总余额 不得称呼银行 商言快期年度 决算后禁止 百分之5者 其行为负责人 除信台币2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上 罚款 不适用前项规定 外国银行 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32条 第33条 第33条之二 或第33条之四 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 依前二项规定处罰 前三项规定于行为负责人 在中华民国领外犯罪者使用之 第127条之三 删除 第128条 银行之董事或监察人 违反第64条 第一项规定 带予申报 或信托投资公司 之董事或职员 违反第108条 规定参与决定者 各处新台币200万元 以上1000万元 相反欢 外国银行负责人 或职员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108条 规定参与决定者 依前项规定处罰 银行股东持股 违反第25条 第2项 第3项或第5项规定 会向主管金管申报 获金核准 而持有股份者 除该股东 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相反欢 经营金融机构 兼资金移转 账物清算值金融资讯服务事业 或金融机构 兼资金融资料 处理交换制服务事业 有项列情绪追准者 除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相反欢 以主管情况派员或委托适当机构 检查其业务财务 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其余限期内提报财务报告 或其他有关资料时 拒绝检查隐匿 毁损有关资料 对检查日员询问 无正当理由 不为答复或答复不实 与其提报资料 或提报不实或不全 2. 未尽主管金管许可 上次停止其业务之全部或移步 3. 除其他法律或主管金管 另有会定诊问 无共泄露因职务窒息 或持有他人之资料 经营金融机构间 遵信资料处理 交换之逢实业 未尽主管机关许可 而上次营业者 依前项规定处罚 第129条 有下列其是执意者 除息一条 比2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下方 以违反第21条 第22条 或第57条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21条 第22条 或第57条规定 2. 违反第25条 第一项规定方形股票 3. 违反第28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28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4. 违反主管机关 一第33条 之三 或第36条 或一第123条 转用第33条 之三 或第36条 规定 所为之限制 5. 违反主管机关 一第43条 或一第123条 转用第43条 规定 所为之通知 未予现期内调整 6. 违反第44条 之一 或主管机关 一第44条 之二 第一项所为措施 即违移第45条 或违移第123条 转用第45条 之一规定 建立内部控制 与亲和制度 内部处理制度 与程序 内部作业制度 与程序 或未确实执行 方案 为一第108条 第二项 或为一第123条 转用第108条 第二项 规定包合 9. 违反第120条 第4项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10条 第4项 规定 未提足特别准备金 10. 违反第125条 第一项 或违反第123条 转用第125条 第一项 目击共同信托基金 11. 违反第45条 规定 第129条 之一 银行或其他关系人 之外负责人或职员 于主管机关 一第45条 规定 派员或委托适当机构 或令地方主管机关派员 或指定专门职业 及技术人员 检查业务财务 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银行或其他关系人 于现行内聚职提报 财务报告 财产目录 或其他有关资料 及报告时 有效率及时 质疑者 处新台并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下罰款 一 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或提报不实不全 或位于规定期限内 缴纳查核费用 外国银行之负责人 指缘或其他关系人 于主管机关 一第123条 准用第45条 规定 派员或委托适当机构 或指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检查业务财务及其他有关事项 或令其或其他关系人 于现行内聚实提报财务报告 惨审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及报告时 有前项所列各款情事质疑者 依前项规定处罰 第129条 银行负责人 违反第44条 定项规定 为一线提出货位 确实执行资本重建 或其他财务业务改善进化者 处新台并2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下罰款 第130条 有下令情事质疑者 处新台并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下罰款 以违反中央银行 以第37条第二项第40条 或以第123条 准用第37条第二项第40条 所为之规定而放款 二违反第72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72条 或违反主管机关 以第99条第三项 所为之规定而放款 三违反第74条 或违反第89条第二项 第115条之一 或第123条 准用第74条 之规定而为投资 四违反第74条 之一 第75条 或违反第89条 第二项 准用第74条 之一 或违反第89条 第二项 第115条 之一 或第123条 准用第75条 之规定而为投资 五违反第76条 或违反第47条 之二 第89条 第二项 第115条 之一 或第123条 准用第76条 之规定 六违反第91条 或主管机关 一第91条 所为受信 投资收入 存款及方形金融 债券之范围 限制及其管理办法 其违反第109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109条 之规定运用资金 把违反第111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111条 之规定 第131条 有下列情誌 质疑者属新台币 50万元商 以及万元项翻婚 以违反第25条 第8项规定而为通知 二 违反第34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34条 之规定吸收存款 三 违反第34条 之一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34条 之一规定 四 银行负责人或支援 违反第35条 之一规定兼职 或外国银行负责人或支援 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35条 之一规定兼职 其兼职锡金银行 指派者受罚人 为该指派兼职之银行 五 银行负责人 违反第35条 之二 第一项锁定准则 有关兼职限制 利益冲突 禁止之规定 或外国银行负责人 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35条 之二 第一项锁定准则 有关兼职限制 利益冲突 禁止之规定 六 任用未具备 第35条 之二 第一项锁定准则 有关资格条 条件之规定 或违反兼职限制 或利益冲突禁止之规定 者担任负责人 及违反主管警官 一第47条 之一锁定办法 有关业务管理 或消费者保护之规定 八 违反第49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49条 之规定 九 违反第114条 或违反第123条 准用第114条 之规定 十 未一第50条 第一项规定提拨法定 予以攻击 十一 违反主管警官 一第51条 或一第123条 准用第51条 所为之规定 十二 违反主管警官 一第51条 之一 所为之规定 拒绝缴付 第132条 违反本法 或本法授权 锁定命令中 有关强制或禁止规定 或因为一定行为 而不为之 除本法令 有处以法魂规定 而应从其规定外 除新台币 5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下法魂 第133条 第129条 第129条 之一 第130条 第131条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六款 至第12款 及前条 锁定法魂之送罚人 为银行 获其分行 银行获其分行 盡依前项受罚后 对应负责之人 应予求偿 第133条 之一 以本法规定 应处罚魂之行为 其警戒 经文者的名誉处罚 或先命其 陷阱改善 以改善完成者 免于处罚 第134条 本法 锁定 发魂 由中管机关 处罚 但一 第130条 第一款 应处置发魂 即违反第42条 或中央银行 一 第73条 第二项 锁定本法 有关资金融通 限制或管理职规定 而一 第132条 应处置发魂 由中央银行 处罚 并通知 主管机关 第135条 发魂经限期缴纳 预期不缴纳者 自预期 至日期 每日加收 是纳仅1% 届30日 人不缴纳者 得由主管机关 勒令 该银行或分行停业 第136条 银行或修罚人 经以本账规定 除以发魂后 于主管机关 规定限期内 人不予改善者 主管机关 的案次处罚 其警戒重纳者 并解除负责人 职务 获费准期许可 第136条 至三 第133条 第135条 及第136条 规定 于经营信用卡 业务机构准用之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 银行法 增定第51条 第133条 及第136条 之三条文 删除第125条 之六 及第127条 之三条文 并将第13条 第35条 之二 第47条 之三 第61条 之一 第116条 第117条 第125条 第127条 之一 第128条 至第133条 及第134条 至第136条 条文 修正通过 报员会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请真名忠委员 谢谢主席 银行法修正草案完成三读了 这次的修正的目的是前一阵子国内金融业发生的重大内积内控的疏失 为了督促银行业强化内金内控及法律的征询原则 所以一次 这次提出相关的修正草案 包括内容 比如说像第61条之一 扩大主管机关的监管权责 在银行 有重大违规的时候 可以命经理人职员 限期停止支付外 也可以裁测部门或者分支机构 另外下列的项目 比如说像银行违规营业或者妨碍金融检查 违反资本重建或其他计划的处罚 划缓的上限由一千万元提高到五千万元 另外比如说像违法吸收存款 或者违反银行法的强制或禁止规定 由现行的划缓只有两百五十万 提高到一千万 那这一次的修法效益是 透过这一次的大幅提高 划缓的上限 并扩大主管机关的监管权限 可以希望 让金管会有更大的监管的权责 能够产生厚足的作用 能够督促银行业 重视内积内控 能够保障存款人的权益 谢谢 接着进行讨论四项第十一案 证券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一并宣读两件审查报告 首先宣读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并按审查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据 证券交易法第六十条之一 截地一百七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 至审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4月30日 举行决定委员会议 由曾召集委员民宗担任主席进行宣查 会中出请提案委员自民宗 及时代力量党团代表 委员徐永明分别说明提案要制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雇主任委员立雄回应党团及委员提案 并答复委员咨询外 亦邀请法务部派与人列席备询 予获员于听取提案委员党团 说明提案要制 及主管警官首长回应党团及委员提案 并进行寻答后选及进行写生 愿完成宣查 本案需教育党团协生 愿会调论本案时 由曾召集委员民宗补充说明 接着接续先读 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宣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证券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制宣查报告 本院财政委员会于107年12月24日 及26日举行全定委员会议 由王召集委员荣张担任主席进行宣查 会中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雇主任委员立雄 报告行政院提案并答复委员咨询 以邀请法务部派员练习备备询 愿会委员于听取主管警官首长报告 并进行寻答后 进行协生 经充分讨论 愿完成宣查 本案需教我党团协生 愿会讨论本案时 有王召集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曾委员民中补充说明 曾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请召集委员王委员荣张补充说明 王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以上两案经审查会分别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报告院会现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法案名称 1.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及本院委员曾明中等16人 拟据证券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 2.行政院行情审认证券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协商时间108年3月6日13时1分 协商地点群行楼9楼大礼堂 协商结论上述两案并案协商 协商结论如下 第60条之一不予增订 第66条第178条予以修正 第14条之五 第28条之二 第39条 第43条之一 第65条 第165条之一 第177条之一 增订第178条之一 第179条条文 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 协商主持人曾明宗王荣章 协商代表柯建民 施义方管碧林郑运棚 将启程吴志阳 陈一鸣 李鸿军 徐永明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逐条讨论时 建议协商结论处理 证券交易法 请宣读第14条之五 第14条之五 以本法方行股票制公司 设置审计委员会者 下令是将印经审计委员会 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上同意 并提董事会决议 不是用第14条之三规定 依第14条之一规定定定或修正 内部控制制度 依第36条之一规定定定或修正处的 或处分资产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资金待遇他人 为他人备输或提供保证之 重大财务业务行为之处理程序 四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关系之事项 五 重大之资产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六 重大之资金待遇备输或提供保证 七 募集方形或私募具有股权性 值之有价证券 八 签证会计施至委任解证或报酬 九 财务会计或内部集合主管制任免 十 年度财务报告及需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 第二季财务报告 十 一 其他公司或主管机关规定之重大事项 前项各款事项除地十款外 如未经省计委员会 全体成员二分之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不受前项规定制限制 并应于董事会议事录 在明省计委员会之决议 公司设置省计委员会者 不释用第36条第一项财务报告 应经监察人承认之规定 第一项及检调第六项所称 省计委员会群体成员 及第二项所称 全体董事已实际在任者计算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28条之二 第28条之二 股票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或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公司 有下列行事执意者得经董事会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者出席 及出席董事超过二分之一 同意 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或证券商营业处所 或一第43条之一 第二项规定买回其股份 不秀公司法第167条第一项规定制限制 一 转让股份与员工 二 配合赴任股权公司债赴任股权特别股 可转换公司债 可转换特别股或任股权凭证之发行 作为股权转换之用 三 未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要而买回 并办理消除股份 前项公司买回股份之数量比例 不得超过该公司以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十 收买股份之总金额 不得于保留盈于加发行股份议价 即以实现之资本公计之金额 公司一天一项规定买回其股份之程序 价格数量方式 转让方法即应申报公告 时向这份法由中管机关定制 公司一天一项规定买回其股份 属于第三款部分 应于买回之日期六个月内办理片更登期外 应于买回之日期五年内将其转让 于其未转让者是为公司为发行股份 并应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一天一项规定买回之股份 不得拯押 于未转让前不得享有股东权利 公司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 或证券商一页处所买回其股份者 该公司一公司法第369号 之一规定之关系企业或董事监察人 经理人持有该公司股份 超过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之股东 所持有之股份 于该公司买回之期间内不得卖出 第一项董事会之决议及追行信心 应于最近一次之股东会报告 其因故未买回股份者一同 第六项所定不得卖出之人 所持有之股份 包括其配偶未成年之女 及利用他人命运持有者 宣途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39条 第39条 主管经关于审查发行人 所申报之财务报告 其他参考或报告资料时 或于检查其财务业务状况时 发现发行人有不符合法令规定之事项 除得以命令纠正 陷阱改善外病的医本法处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43条之一 第43条之一 任何人单独或于他人共同取得任意公开发行公司 以发行股份总额超过百分之十之股份者 应向主管经关宣报及公告 宣报事项如有变动时 一同有关申报取得股份之鼓述 目的资金来源变动事项 公告极限及其他因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经关定之 不仅由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 或占卷商业处所 对非特定人为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之 有价证券者除下令其行外 印度出具有旅行支付收购对价能力 去证明向主管经关申报 并公告特定事项后时的为之 一 公开收购人预定公开收购数量 加记公开收购人与其关系人 预取的公开发行公司 有价证券总数 为超过该公开发行公司 以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 二 公开收购人公开收购期 持有以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超过百分之五十支公司之有价证券 三 其他符合主管经关锁定事项 任何人单独或与他人共同预定 取得公开发行公司以发行股份总额 或不动产证券化条例之不动产 投资信托收益证券 达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条件外 因此公开收购方式为之 一 第二项规定收购有价证券之范围条件 期间关系人及宣报公告事项 与前项有关取得公开发行公司 以发行股份总额 达一定比例及条件之办法 由主管经关定之 对非特定人为公开收购 不动产证券化条例之 不动产投资信托收益证券者 应先向主管经关申报 并公告后使得为之 有关收购不动产证券化之 收益证券之范围条件 期间关系人及宣报公告事项 第三项有关取得不动产投资信托收益证券 达一定比例及条件之办法 由主管经关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六十条之一不予增定 请宣读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五条 主管经关于调查证券商之业务财务状况时 发现该证券商有不符合规定之事项 随时以命令纠正 限期改善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六条 证券商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者 除以本法处罚为主管经关等税勤解释 轻松为效力处分并得命期限期改善 一警告二命令对该证券商解除其等 税金项人或经理人职务 三对公司或分支机构 究竟所营业务之全部或移物 为六个月以内之停业 四对公司或分支机构 营业许可之策销或废致 五其他必要之处置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第165条之一 第165条之一 外国公司所发现只股票 首次经证券交易所获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同意上市上位买卖或登陆新柜时 其股票位在国外证券交易所交易者 除中管经管理由会定外 其有诈证券至募集发行私募集买卖至管理监督 转用第五条至第八条 第十三条至第十四条之一 第十四条至第一项至第四项 第六项 第十四条至三 第十四条至四 第一项第二项 第五项 第六项 第十四条至五 第十四条至六 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至一 第二十六条至三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至一 第二项至第四项 第二十八条至二 第二十八条至四 至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三条 至八 第六十一条 第三十九条 第141條至第145條 第147條 第148條 第150條 第155條至第157條之一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77條之一 第177條之一 違反第74條或第84條規定者 除證券商相當於所取的有價證券 價金額以下均販款 但不得少於新台幣24萬元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78條 第178條 有價令警示示意者 除新台幣24萬元 上480萬元相放昏 並得密集限期改善 借其為改善者的安置處罰 以違反第22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第26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22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而違反第14條 第三項第14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項第14條之二 第一項第三項第六項 第14條之三 第14條之五 第一項第二項 第21條之一 第5項 第25條 第一項第二項 第4項 第31條 第一項 第36條 第5項 第7項 第41條 第43條之一 第一項 第43條之四 第一項 第43條之六 第5項 至第7項規定 第166條之一 第166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二 轉用第14條 第3項 第31條 第1項 第36條 第5項 第43條之四 第一項 或違反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14條之一 第一項 第三項 第14條之二 第一項 第三項 第六項 第14條之三 第14條之五 第一項 第二項 第25條 第一項 第二項 第四項 第36條 第七項 第41條 第43條之一 第43條之六 第五項 第七項規定 五 違反第十四條之四 第一項 第二項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十四條之四 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 或違反第十四條之四 第五項 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鎖定頒法 有關作業程序 直覺之行時 或一時錄音在明示項之規定 六 違反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前段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前段規定 未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或違反第十四條之六 第一項後段 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規定頒法 有關成員之資格條件 組成作業程序 直權之行時 錄音在明示項或公告申報之規定 其違反第25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鎖定規則 有關徵求人 受託代理人或單位處理 徵求信誤者之資格條件 委託書徵求於取得這方式 正開股東會 公司應遵行之事項 其對於主管警官要求提供之資料 拒絕提供之規定 8. 違反主管警官第26條第二項 鎖定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監察人股權陳述及查核實施規則 有關通知及查核之規定 9. 違反第26條之三 第一項 第七項 第八項前段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26條之三 第一項 第七項或第八項前段規定 或違反第26條之三 第八項後段 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後段 鎖定辦法有關主要議事內容 作業程序 議事錄音 在民事項或公告時規定 10. 違反第28條之二 第二項 第四項之第七項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28條之二 第二項 第四項之第七項規定 10. 違反第28條之二 第二項 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項鎖定辦法 有關買回股份之程序價格數量方式 全讓方法或應申報公告事項之規定 11. 違反第36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該條鎖定選擇有關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延伸性商品交易 資金帶給他人 為他人備訊或提供保證及揭露財務預測資訊等 壯大財務業務行為正實用範圍 作業程序 應公告或審保之規定 12. 違反第43條之二 第一項 第43條之三 第一項 第43條之五 第一項 或第165條之一 第165條之二 轉用第43條之二 第一項 第43條之三 第一項 第43條之五 第一項規定 或違反第43條之一 第四項 第五項 第165條之一 第165條之二 轉用第43條之一 第四項 鎖定辦法 有關收購有加證券制範圍 條件 其見關心人 或申報公告 順項之規定 外國公司 唯一發行人時 該外國公司違反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 依前項規定處罰 依前項規定應處罰還之行為 其經結慶為者的免預處罰 或先面積限及改善 以改善完成者免預處罰 檢舉違反第25條之一 案件 因而查獲者應於獎勵 其併法由主管機關定資 宣讀完畢 照寫商條文通過 增訂第178條之一 第178條之一 證券商第18條 第一項 鎖定制事業證券商團業公會證券槍移手 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有槍列情勢之一者 儲蓋該事業或公會新台幣24萬元上480萬元相分婚 並得密切先鑑禁改善 皆極為改善者的暗自處罰 以違反第14條 第三項 第14條之一 第一項 第三項 第二項 第21條之一 第五項 第58條 第61條 第69條 第一項 第141條 第144條 第145條 第二項 第147條 第152條 第159條 第165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二 准由第61條第141條第144條第145條 第2項第147條規定 2.對於主管警官命令提出之帳簿表測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 藉其不提出或對於主管警官違法所謂之檢查予以規避訪案或拒絕 3.於1.本法或主管警官既於本法所發布的命令規定之帳簿表測 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之文件不易規定製作申報公告備之或保存 4.證券上或第18條第一項鎖定之事業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5.第18條第一項鎖定之事業違反同條第二項鎖定規則有關財務業務或管理之規定 6.證券上違反第22條第4項鎖定有關發行金主管警官合定之請他有價證券之準則 第44條第4項鎖定標準規則 第60條第二項鎖定法第62條第二項鎖定法規則或第70條鎖定規則有關財務業務或管理之規定 其證券櫃買賣中心違反第62條第二項鎖定法 證券商同業工會違反第90條鎖定規則或證券交易所違反第93條第95條 第102條鎖定規則有關財務業務或管理之規定 依前項規定處罰返至行為其輕微者的免於處罰或先命期限期改善以改善完成者的免於處罰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179條 第179條法案及萬一國公司違反本法制規定者 註定177條鎖定規則及檢討規定外 以本章各條制規定處罰其違行為之負責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 前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4條5 以本法方險股票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向令市相應金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1 2 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不是用第14條3規定 1 1 第14條之一規定定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限制考核 3 1 第36條之一規定定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待遇他人為他人賠償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 涉及董事資深利害關係之事項 5 重大資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 重大資資金待遇備註或提供保證 7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結任或報酬 9 財務會計或內部結合主管之任免 10 年度財務報告 繼續經會計師採用簽證至第二季財務報告 11 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除第10款外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 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並立於董事會議事錄在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不是用第36條第一項成務報告印經經常人承認之規定 第一項及前條第六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第二項所稱全體董事已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28條之二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有項列請式質疑者 得盡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 與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獲益第43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買回籍股份 不受公司法定167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1. 轉讓股份與員工 2. 配合復任股權公司在復任股權特別股 可轉換公司賺可轉換特別股或任股權憑證之方形 作為股權轉換之用 3. 未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所必要而買回 並辦理消除股份 前向公司買回股份之數量比例不得超過 該公司已方形股份總數10%收買股份之總金額 不得於保留益於交方形股份一價 即已實現之資本公計之金額 公司一第一項規定買回籍股份之程序 價格數量方式轉讓方法即應申報公告 事項治本法由住管儘管定制 公司一第一項規定買回股份除第三款部分 應於買回均日期六個月內辦理變更的季位 應於買回均日期五年內將其轉讓 與其未轉讓者是為公司未發行股份 並應辦理變更登記 公司一第一項規定買回股份不得制壓 與未轉讓節目的享有股東權利 公司與有價證券其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一頁處 所買回其股份者或該公司 該公司已公司法第369條之一規定之 關係企業或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持有該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10%之股東所持有之股份 與該公司買回期限內部的賣出 第一項董事會之決議即執行進行 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 其應過未買回股份者一同 第六項所訂不得賣出之人所持有之股份 包括其配偶為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第39條 主管機關與審查發行人所宣報至財務報告 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時或於檢查其財務業務狀況時 發現發行人有不符合法令規定之事項 除得已命令糾正限期改善外皮得益本法處罰 第43條之一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意公開發行公司 以發行股份總合超過10%之股份者 應向主管機關審保及公告 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 一同有關申報取得股份之股數 目的資金來源變動事項 公共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制 不僅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一頁處 所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 之有價證券者除下列其行萬一例出具 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 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特定市場後使得為之 一 公開收購人 餘地公開收購數量 收購數量 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 已取得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總數 為超過該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有表證券股份總數5% 二 公開收購人有公開收購期 持有已發行有表證券股份總數 超過50%是公司之有價證券 三 其他符合主管機關鎖定事項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收益證券 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 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以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券之範圍條件 期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順項 與前項有關取得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及 條件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置 對非特定人為公開收購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 不動產投資信託收益證券者 應先向主管警關申報並公告告告實的為之 有關收購不動產證券化 均收益證券之範圍條件期間 關係人及申報公告實項 第三項有關取得不動產投資信託收益證券 達一定比例及條件之辦法 由主管警關定之 第六十五條 主管警關於調查證券商之業務財務狀況時 發現該證券商有不符合規定之事項 得隨時以命令糾正限期改善 第六十六條 證券商違反本法獲益本法所發布是命令者 除以本法處罰外主管警關等事情 截至輕重為項列處分並得命期限期改善 一 警告二 命令對該證券商解除其董事 兼償人或經理人職務 二 對公司或分製機構 究極所營業務之全部獲益部 歸六個月以內至停業 四 對公司或分製機構營業尋可撤銷或廢紙 五 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六十五條之一 外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 首次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臺買賣中心 同意上市商會買賣或登陸新櫃時 其股票位在國外證券交易所交易者出 中文儘管利用規定外 其有證券之募集方形私募集 買賣之管理監督 遵用第五條至第八條 第十三條至第十四條之一 第十四條至第一項至第四項 第六項 第十四條至三 第十四條至四 第一項第二項 第五項 第六項 第十三條至五 第十三條至六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至一 第二十六條至三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至一 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二十八條至二 第二十八條至四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項 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三條至八 第六十一條 第139條 第141條至第145條 第147條 第148條 第150條 第155條 正第157條之一規定 第177條之一 違反第74條或第84條規定者 儲證券商相當於所取的有價證券價金額以下至還還 但不得少於新台幣24萬元 第178條 有項令情勢之一者 儲新台幣24萬元以上480萬元相還還 並得命期限期改善 積極為改善者的安全處罰 以違反第22條之二 第1項 第26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22條之二 第1項 第2項規定 違反第14條 第3項 第14條之一 第1項 第3項 第14條之二 第1項 第4項 第6項 第14條之三 第14條之五 第1項 第2項 第20條之一 第5項 第25條 第1項 第2項 第4項 第31條 第1項 第36條 第5項 第7項 第41條 第43條之一 第1項 第43條之四 第1項 第43條之六 第5項 第7項規定 第165條之一 或第165條之二 轉用第14條 第3項 第31條 第1項 第36條 第5項 第43條之四 第1項 或違反第165條之一 轉用第14條之一 第1項 第3項 第14條之二 第1項 第3項 第6項 第14條之三 第十四条至五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二十五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四项 第三十六条 第七项 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 第一项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六 第五项 第七项 规定 三 发行人 公开收购人或其关系人 正确创制委托人 对于主管警官命令提出至正部表测文件或其他证恳或报告资料 借其不提出或对于主管警官依法所谓制检查 予以规避法案或拒绝 四 发行人 公开收购人 予以本法或主管警官基于本法所报复之命令规定之账簿表测文件 或其他有关业务之文件不一规定制作申报公告备制或保存 五 违反第十四条至四 第一项 第二项 第六十五条之一 转用第十四条至四 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 或违反第十四条至四 第五项 第六十五条之一 转用该项 锁定办法有关作业程序 职权之行旨或议事录应在民事项之规定 六 违反第十四条至六 第一项 前段或第165条之一 转用该项 前段规定 未设置薪资报酬委员会或违反第十四条至六 第一项 后段 第165条至一 转用该项 后段 锁定办法 有关成员之资格条件 组成作业程序 职权之行时 一事录应债民事项或公告 职贸之规定 请违反第25条至一或第165条至一 转用该条 锁定规则 有关追求人 受托代理人或单位处理 追求事务者之资格条件 回通出征求于取得这方式 张开股东会公司应遵守之事项 即对于主管机关要求提供式资料 拒绝提供式规定 把违反主管机关一第26条第二项 锁定公开发行公司 董事 监察人 股权陈述 及传合实施规则有关通知及传回之规定 就违反第26条至三 第一项 第七项 第八项 前段 或第165条至一 转用第26条至三 第一项 第七项 或第八项 前段规定 或违反第26条至三 第八项 后段 第165条至一 转用该项 后段 锁定办法 有关主要议室内容 作业程序 议室录音 再明事项 或公告之规定 是违反第28条至二 第二项 第四项 至第七项 或第165条至一 转用第28条至二 第二项 第四项 至第七项 规定 或违反第28条至二 第三项 第165条至一 转用该项 锁定办法 有关买回股份至程序 价格 数量方式 转让方法 或因申报公告事项之规定 是违反第36条至一 或第165条至一 转用该项 锁定准则 有关取得或处分资程 从事演生性商品交易 资金待遇到人 为他人背书 或提供保证及揭露财务预测资讯等重大 财务业务行为之适用范围 作业程序 因公告或申报之规定 12 违反第43条至二 第一项 第43条至三 第一项 第43条至五 第一项 第165条至一 第165条至二 转用第43条至二 第一项 第43条至三 第一项 第43条至五 第一项 规定 或违反第43条至一 第4项 第5项 第165条至一 第165条至二 转用第43条至一 第4项 锁定办法 有关收购有加证券之范围 条件 期间关系人 或宣报公告事项之规定 外国公司 唯一发行人时 该外国公司 违反潜上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 依前项规定处罚 依前二项规定 应处罚之行为 其情结轻微者的命运处罚 或先命其陷阱改善 以改善完成者命运处罚 检举违反第25条至一 案件 因而查获者应予奖励 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178条至一 证券商第78条 第一项 锁定制事页 证券商统业工会 证券交易所 或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有项列前事之一者 除了干事业或工会 新台并24万元与上480万元与相防还 并等命其陷阱改善 借其为改善者的案子处罚 以维本第14条 第3项 第14条至一 第1项 第3项 第21条至一 第5项 第58条 第61条 第69条 第1项 第79条 第141条 第144条 第145条 第145条 第147条 第152条 第159条 第165条之一 或第165条之二 对准用第61条 第141条 第144条 第145条 第147条 第145条 第2项 第147条 规定 二 对于主管警官命令提出至账簿 表测文件或其他参考或报告资料 切其不提出或对于主管警官依法所为之检查 预议规避法案或拒绝 三 于一 本法或主管警官进入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规定至账簿 表测全票层无报告或其他有关业务证文件不一规定之所 申报 公告 备制或保存 四 证券上或第18条 第1项 锁定之事业 会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五 第18条 第1项 锁定之事业 违反同条 第2项 锁定规则 有关财务业务或管理之规定 六 证券上违反第22条 第4项 锁定有关发行经主管警官核定之其他有价证券之准则 第44条 第4项 锁定标准规则 第60条 第2项 锁定办法 第60条 第2项 锁定办法 第60条 第2项 锁定办法规则 有关财务业务或管理之规定 其证券柜台买卖中心违反第62条 第2项 锁定办法 证券商等业工会 违反第90条 锁定规则 或证券将于所违反第93条 第95条 第102条 锁定规则 有关财务业务或管理之规定 依前项规定因处罰完全行为 其情节侵畏者的命运处罚 或先命其陷阱以赶上完成者 命运处罚 第179条 访人及卫无公司违反本法之规定者 从第177条 许一及检条规定外 以本章各条之规定处罚其违行为之负责人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愿会有无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 证券交易法增定第178条 之一条文 并将第14条之五 第28条之二 第39条 第43条之一 第65条 第66条 第165条之一 第177条之一 第178条及第179条条文 修正通过 讨论是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请曾明宗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院会 也谢谢茶友会在审查过程当中的协助 这一次本席的修法的目的是建议国内资本市场 陆续发生一些重大的违规案件 所以提出修正草案 希望提高对上市社会公司假设没有遵守证券交易法令的时候 它的划缓能够进一步提高 能够产生厚足的效果来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修法的内容只要有三项 包括卫史主管机关能对违规证件商 适其情节的轻重为适当的裁量处分 援引营兰法的规定可以增加第五款 其他唯一必要的处置 另外178条将公开发行公司内部人及大股东违规处罚环的上限 由240万提高到480万 另外增定178条之一 规范证件商交易所贵买中心 还有对证件商同位工会的处罚 希望这一次的修法的效益 希望本次扩大主管机关对证件商的监管权限 新增相关的法环来督促 上市上位公司还有证件商 能够重视内积内控 还有法尊的相关制度 来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也能够进一步确保投资人的权益 谢谢 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三案 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交通委员会 107年4月11日举行全力委员会议 由肖召集委员美琴担任主席审查本案 赴于107年4月26日及5月10日举行全力委员会议 均由肖召集委员美琴担任主席继续审查本案 审查过程中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外 司法院等一军派员列席 与后员于听取主管警官首长等详性说明及寻导后 进行讨论完成逐条审查 经反复协商及缜密讨论后 原完成审查 令通过负担权益六项 约会讨论权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交通委员会肖召集委员美琴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肖委员美琴补充说明 肖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另外委员延宽衡等拟据 政府采购法 增定第七十条之一条文草案 经第六会期第三次会议决定 进负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按协商 实在力量党团拟据 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经第六会期第七次会议决定 自委员会抽出禁负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按协商 报告委员会以上三案 应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四案 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6年12月4日 召开全民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召集委员参议于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指外 乘官机关已应邀指派代表列行说明并能副委员询问 与获委员于听取报告并寻答完毕后 省略道题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将本案审查文俊 原经决议本案审查文俊理据审查报告 提醒原会公决 原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 原会讨论时由赵玉景委员蔡逸宇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蔡逸宇补补补充说明 蔡逸宇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报应会本案应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五案 中法民国刑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于107年3月14日召开全听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政绩委员段一康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指问 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联系说明 并党副委员询问 与获员于听取报告并寻答完毕后 省略道题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将本案审查文俊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文俊 拟据审查报告提起愿会公决 愿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 愿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一康出行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段一康补充说明 段一康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 报应会本案应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六案纠缠行为防治法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月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本案委员提案提出并案审查 两次会议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 5月14日乘务次长邱昌月代等 派员练习被询 并由召集委员杨正吾担任主席 愿会有缘于听取说明 并经寻导后经充分协商 达成共识完成审查 本案审查完均拟据审查报告提报约会讨论 约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 并推请内政委员会洋召集委员政务 于院会讨论本案室做补充说明 令通过负担决议影响宣读完毕 报告院会 本案召集委员洋委员政务 已就任金门县县长 所以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需交由党团协商 另外委员庄瑞雄等 拧拒纏行为防治法草案 经第五会期第十四次会议决定 禁负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 因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讨论事项第十七案 电业法第九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六会期第十四次会议决定 禁负二读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 因上代协商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报告院会 本次会议议程所列讨论事项 先处理到此 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正在一场三楼进行协商 等到有协商结论 及由院会进行处理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